我说我会讲 怎么把它削掉呢 可以设字 设哪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属性里面 哪一个像是能够把它削掉的 没有看到很像的 对吧 看到了吗 是没看到啊 那没看到怎么办呢 告诉大家一个小结窍 用Background Background给它设计一个背景色 背景色的话我们说了 它尊群的一个格式是什么呢 A R G B 每一个是两个十六进制的 是两个十六进制的字符 那么 所以我们常常见到的是什么 一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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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就这样的一种写法 对吧 或者F 最大是F 这个是红色 这是绿色 这是蓝色 那么 两个十六进制 拼到一起 就是256 就这样子 那好 我现在 A 这个就是α值 α值 我们就可以称为一个通道 α通道 我们玩过Foreshop都知道 用α通道 我们可以来设置 它的一个透明色 好 那我们先来设 比方说 我现在这块 我还没设呢 当然你这个 也不能 也不能乱设 它这个 它这个只要 设上背景色 它自己就把那个 消掉 其实这里头 应该是按照 一定的规则来说 我给它说一下 加上这个属性就消掉了 这个有点 OK 那么在这个里面 有几 有几个原因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些图片 其实后面很有可能 是有一些白色 有两种情况 会出现它这个背景 第一 我们去看一下 ImageButton 它默认的情况下 它默认的情况下 是不是会给它 默认的去设一个背景色 这第一 第二 是不是我们图片 本身有个背景色 管它什么样子 我们看这个 大概是一个白色 我们把它白色 给它去掉 所以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先设颜色 设颜色 白色应该怎么样来标识呢 就是 全部都是F 6给F就是白色 然后你要让它透明 这样子 这样是一种 它的这样的设法 所以这个意思就表示 白色的 这个颜色的 用这个通道 用这个通道 所以大家自己下来 可以去设置一下 如果你给它设反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比方向我摔一个黑色 我们看一下效果 也起作用 这个有点没道理了 可运行一下 你带我看一下效果 难道它是这样子 也不对 它只要设了 设了值 它就那个了 太给力了吧 我记得 我记得 我以前用的时候 不是这个样子 难道现在 厉害了 那我背景色 要是给你设成一个 红色 你会怎么样呢 还是会出来 我把它设成透明 我给它设成不透明 我给你设一半 那意思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种透明 渐变的效果 意思就是 你后面无所谓了 你钱都只要设两零就行了 其实这个意思 大家去试试 但是 当你发现 不那么好使的时候 你就记住 我刚才所讲的 针对后面的 这个颜色来透明 这样子来就OK了 好 我们这个图片 现在就透明了 上面是一个Image View 下面是个Image Button 我们当然 如果我们要实现 它的一个切换效果 是不是给它 一个Selector 就可以了 那么 我们给它一个Selector Button Selector 这里要选择一下 我们的Selector 在这里 我们别忘了 我们怎么写 当它的状态是选中的时候 Press 当它的状态是Press的时候 为True 以及它的状态是得到焦点 也为True 这个时候 它的ZoIP是 是谁呢 是我们的 Normal 不是 Press 同理 如果它只是被选中 Selected 或者它的Hover 或者它的Hover Activate 活动的时候 它是那个Select 它的ZoIP是我们的Selected 否则的话 它这个里面 你要记住它这个义服关系 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 上次讲过来 是他们的 Normal 好 我在这里去给它做一个设置 设置一下 更改一下它的SRC 这 它就不用 不直接设置图片了 而使用我们那个Selector 来代替 看一下效果 运行一下 更改一下启动的 ZoIP 运行一下 嗯 嗯 看一下 把它Clickable 随处 Clickable 随处 3C 为Selector 看一下我们这个Selector 焦点也未出 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太难了 这样子就一种情况吧 看到没有 是不是效果又变了 刚才之所以那样子是因为我让它两个条件同时都存在 又得到焦点 又别按下去 太难了 OK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效果 这事件我就不讲了吧 没什么可讲的 好 下面又是我们的一个中头戏了 很多时候 大家希望切出现什么 我们当时iPhone火的时候有一个很火的效果 就这样的一些效果 我们在切换我们的这个图像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效果在我们这里有一个空间 叫Gallery 可以用Gallery来进行一个实现 那我们同时我们来看一下 还算到我们的老规矩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学这个空间 找一下一部Gallery Gallery 好 这有一个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说的这种显示方式 这里有一些视力的图片提供给我们吧 下下来 好像就是刚才我们那一堆吧 就是我们刚才那一堆 不下来 那么这个用的最多的 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做那个照片的 我们在做那个相册的时候 这样的一些功能的时候 我们用的最多 包括图片浏览的什么的 我们往往会用一个什么 GradeView 把我们图片都列出来 你点了具体的一个进去过后 就用Gallery了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怎么样来实现呢 我们看一下 放一个Gallery空间 没有加什么特殊的属性 然后再按Create里面 我们直接给它setData 给它setAdapter就可以了 这个Adapter是怎么样来写的呢 是不是跟我们刚才 GradeView是一样的Adapter了 自定一个Adapter 自定一个Adapter 那看似差不多的嘛 而且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类的关系 又是一个AdapterView 真讨厌啊 太多的复杂空间 都是根据这个 既成AdapterView 再既成ABS Spinner 这样的一个对象 或者ABS List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就来猜一下 简单看了一下 我估计我们猜都能猜出来 它是怎么用的了 那 建一个 我们有时候在想啊 我们偷偷懒 它要是有一个什么Gallery 对 对 Activity该多好 然后 但我们意思都没有 看来它考虑的还不够周到 它干脆每一个计程 因为我们那个AdapterView的都给我们建个Activity段了 省得我们再建XML 这里我们可以选一下 直接让它做一 RootView 好 直接让它做一个RootView 好了 所以我们后面布局空间 虽然只是讲那几个Layout 实际上我们布局空间 是不是可以有很多啊 凡是继承我们 只要是继承MewGroup 都可以做 对不对 这Gallery我们就好像不用放这么多东西 给它命名一个ID Gallery 给它建立一个Activity MyGalleryActivit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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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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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daptor 这里我们去建立一个Spinner 这样一个Adaptor 但我们这里要用到图片 实际上我们想象一下 Gallery里头也可以不用图片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用吧 好 我们把刚才我们的代码 借鉴一下 我们的GridView VersGridView Adaptor 这里是我们的MyGalleryActivity 这里是我们的MyGalleryActivity List 要直接 New一个 Image Adaptor 同时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实践 看一下它的实践 一块就看了吧 Sit on 一看就看中了 肯定是它了 An item click Sit on 这个也是我们的AdaptorView的一些标准事件 对不对 就是你选中哪一个嘛 选中了哪一个呢 选中了 那个2 显示一下 OK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是不是还没注册呢 晕了 出测一下 它启动一下 它启动一下 是 看到HQ 看错了吗 对 HQ 看错了吗 我看错了 Ampurity, Android, Name, MyGallery,我看一下 是不是还没保存呢?保存一下 多项生命就能找到 我拼错了 好,运行一下